乌克兰抗俄战争日志2023年8月26日 0.0分 乌克兰最近几周增加了对俄罗斯进行无人机袭击的频率 美国官员表示 这一策略旨在向乌克兰公众表明 基辅仍然可以反击纽约时报 0.10分 美国国务院制裁协调办公室负责人詹姆斯奥布莱恩表示 在俄罗斯退出粮食协议后 美国认为有可行的途径 通过乌克兰领海和陆路出口粮食并补充说 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出口将在未来几个月恢复到战前平均水平 0.30分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喀菲丹在访问基辅期间表示 除了最初的粮食协议之外别无选择 因为他们存在风险 并补充说重振这一倡议是土耳其的首要任务 3.0分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就瓦格纳金融家叶夫根尼普里哥任之死发表声明 可能旨在平衡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和维持国内控制 但这也直接与他之前 关于他在克里姆林宫和普里哥任之间斡旋的交易的声明相矛盾 6点56分 俄罗斯军队部署在民用建筑中利用居民作为人盾继续肆意违反国际人道法 据报道 多达1500名俄罗斯军人抵达扎波罗热州奥西彭科 他们被非法集中在平民住宅和当地一家医院乌克兰国防部 7点01分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表示 七国集团领导人明白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 但准备尽可能长时间地支持该国 7点52分 乌克兰的反攻使俄罗斯军队在巴赫木特和乌克兰南部面临压力 随着乌克兰继续在南部逐渐取得进展 俄罗斯的解说表明 他将试图通过转向作战层面的进攻来重新获得主动权 英国国防部 7点52分 俄罗斯很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 加大对库平斯克莱曼轴线的进攻力度 目标可能是向西推进至奥斯基尔河 并在卢干斯克州周围建立缓冲区英国国防部 8点0分 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俄罗斯军队 在哈尔科夫州上空发射的两架 射黑136-131无人机 9点06分 拯救乌克兰遣返了另外11名 被关押在俄罗斯或临时占领区的人 9点46分 俄罗斯军队对苏梅州的塞雷迪纳 布达和霍亭社区 Sredinbadanthotin communities 发动迫击炮榴弹发射器和无人机袭击 目前上无人员伤亡报告 10点30分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俄罗斯军队对顿涅茨克州的10个城市和村庄 发动了MRL和炮击造成一名平民受伤 并损坏了住宅建筑重要基础设施 电网一个农场和一个凉库 10点57分 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Premise 离开奥德萨港 前往保加利亚瓦尔纳港 这是第二艘从奥德萨出发 穿越临时黑海走廊的民用船只 11点40分 前一天 俄罗斯军队对赫尔松市 以及赫尔松州的赫尔松 和别里斯拉夫地区发动了 MRL火炮迫击炮空中和无人机袭击 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另一名平民受伤 并损坏了住宅建筑危机和危险地区 民用基础设施教育机构企业和农场 11点43分 由于俄罗斯夜间炮击 哈尔科夫州一条110千伏电力线路被切断 导致34个城市和村庄 以及近1万名消费者断电 12点16分 俄罗斯炮击哈尔科夫州波多利 造成两名平民死亡 12点23分 西方延迟提供武器是反攻困难的原因 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奥莱克西马凯耶夫 Olexi Meti 13点0分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俄罗斯军队对扎布罗热州26个城市和村庄发动了 MRL火炮导弹空中和无人机袭击 造成一名平民死亡 另一名平民受伤 并损坏了居民楼仓库农业设备和车辆 14点20分 乌克兰总检察长安德列科斯廷 会见了叙利亚民监社会代表 双方讨论了让俄罗斯对其所有国际罪行负责的策略 16点17分 虽然俄罗斯已经耗尽了大部分资源 但如果乌克兰不采取果断行动 俄罗斯的人力资源足以在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维持一代人的时间 乌克兰主要情报局局长凯里·洛布达诺夫 16点34分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 敦促俄罗斯更新黑海粮食倡议 18点31分 俄罗斯炮击赫尔松造成两名平民受伤 18点56分 俄罗斯军队对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州尼克波尔地区 发动无人机和炮击 目前上无人员伤亡报告 19点30分 一年之内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莫斯科的选择 并削弱了俄罗斯的工业和技术能力 为了停止战争 我们需要坚持到底 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 20点29分 俄罗斯导弹袭击损坏了克拉玛托尔斯克的天然气网络 21点16分 乌克兰和加拿大一开始就双边安全文件进行谈判 2023年8月26日 乌克兰抗俄战争日志 AI播报完毕 工业 2023年9—2023年9月26日